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科技走来了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礼物走来了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割几几个黑科技 首先,这个空中小屋 普通的状态就是一个悬浮的小屋 但是一旦我们触碰了这个按钮 台阶就会自动的烧过去 露出我们的防孔洞或者是藏宝屋 并且我们这个装饰还是可以远程操控的呢 今天需要的材料有 自然方块,标记器加,标记器减 滑动方块,开关,信号发射器 信号接手器,木头 首先呢,让我们挖一个五层五层五的坑 最角落呢,放上标记器加 最上面,放上标记器减 在标记器减的位置,放置一个滑动方块 其他的位置,那填上木头 接着,再往下延伸成一个台阶的模样 中间呢,那不用填满啊 这下汉塘酸辣材料啊 但是,这可不代表我这是豆腐渣工程啊 记得不要把木头放在标记器上面 而且地面上也不要有矿石什么的 这样都会导致我们的滑动方向死灵 就因为这个啊,我都失败好几次了 在最下面,挖出一个空间 这呢,就是我们的藏宝屋了 做完这些,回过头 我们测试一下滑动方块好不好使 升起来以后,我们以这个台阶为标准 后面放上自然方块 土块啊,颜色块什么的啊 这一样,不会受到滑动方块的影响 这个后面呢,就是咱们的空中房子了 怎么样可以打造出自己想要的样子呢 我呢,简单就做一个火柴盒吧 接下来,就是咱们的远程操控系统了 首先,拿出信号发射器 放在滑动方块边上 然后在房子里面自己喜欢的位置上 放置信号发射器 发射器和接触器都可以调节频道 只要频道一致了,啊,就可以使用了 好了,这样我们的拳子都升降小屋就完成了 小伙伴们喜不喜欢呢